像是开示的声音啊 纽约证交所 这个电流的声音 不带耳机是听不到的 就这种有点让人烦躁 但是有很紧迫的这种情绪 这就是这场秀 设计师想要传达的这种状态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领巾 这个四巾跟 蝴蝶结的四巾 跟它整个造型 对比还挺强的 像是一个侵入者 对 就是像侵入者的这种感觉 这是Balenciaga的 最新推出的一个系列 叫Gardehobe 它的这个灵感来源 是去年推出的高定系列 在那个系列当中 品牌重新奠基了裁剪的方式 你看它的这些模特 这些走路的姿态和造型 总感觉有一点 不协调的那种感觉 有点贵外的感觉 包括这个从头到脚 全部是黑色的 这种礼服的连衣裙 这是它的晚装系列 仿佛是像是第二层皮肤 由这种闪亮的亮片组成 从头到脚 看上去上面都很协调 然后配了一个大大的一个鞋 那种滑稽感就出来了 黑色的针丝 大大的蝴蝶结的这种衬衫 这个元素在反复不停地出现 这也是Gawasalian 他自己想要在这个系列当中 想要重复的一点 就是他认为要打造新的经典 而什么是新的经典 在他的概念当中 是那些必备的单品 比如说像刚才的 打着蝴蝶结的衬衫 还有像这种华达尼的 双排扣的大衣 仿佛这些款式 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但是他把每一个款式的 扩型都全部加大了 这种黑色的鲁胶面罩 给人营造一种很未来 但是又很压抑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他那个闪亮的 充气的这个高跟鞋 就像是巴比娃娃的 那个高跟鞋一样 你感觉好像只有童年的 小女孩才会觉得 漂亮的这种鞋子 他这个人物的造型 让我想到大概两年前 奥斯卡的最佳影片 那个片子就讲一个 水中的怪物 我忘了名字了 他那个造型挺像的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 就是这个乳胶 这个身体里面 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人 还是一个人鱼 还是一个异形生物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这几季 我在看 现在这个现任设计师 盖瓦萨利亚 他的秀的感觉 就是他里面的模特 所塑造出来的这种形象 都介于人和非人之间的 这种状态 也许是一种艺人的状态吧 他表现的是 现在的人类在高度的 这种技术社会里面 人的一种艺化 然后你看 他的这个模特这种状态 这种艺人的这种状态 但他在表现的服装上面 所有的款式 又都是这种基本款 或者说是 每个人的衣橱当中 可能都会有的一些款式 是一些 可以说是必备单品的 这种概念 但是他又把它的 扩形变大 他又让你 对这些款式 有了一种 视觉上的陌生感 这件黄色的 蝴蝶结的衬衫 很有意思 它的垫肩 清晰可见 这种感觉 非常八十年代 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 它的那个高跟鞋 充气的高跟鞋 那个牛仔的上衣 然后永远是这种 不协调的比例 给人一种不安的局促感 就像是这场秀当中 盖巴萨利亚他自己认为 这场秀传达给人的 就是一种不安的情绪 他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非常可怕的世界 包括在这场秀 开始前的前两周 整个华尔街的 又出现了新一轮的 这种经济的危机 然后所有的消息 遍布各个媒体 报纸的头版头条 而且就在这场秀 开始之前的不久 在离这个郑交所 最近的一个地铁站 刚刚发生了一场枪杀案 这是一个阿迪达斯的一个 非常标志的一个标 所以引出了整个系列当中的 第三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巴兰西亚克和阿迪达斯的一个合作 你可以看到很多阿迪达斯的这种元素 它的条纹 然后它的三叶草的标志 但是在所熟悉的三叶草标志的下面 被印上了巴兰西亚克 它在这场秀当中 其实它要表达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欲望 它不对这个欲望 做任何褒贬的评价 而是表现出来 这也是他认为就是做设计也好 或者做时尚 对于做时尚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能够做出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一个产品 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欲望的东西 或者说你可以传达出 当下的非常细微的某种情绪 比如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 然后大家的这种压抑的情绪 我觉得他已经做出了他的一个判断 塑造这么压抑的 这种非人化的这种感觉 氛围 是的 包括现在这个音乐 其实跟整个氛围是不太一致的 对 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生 对 似乎听上去 一个老电影的一个插曲 但是在这个氛围的对比下 这个音乐显得是有一种悲凉的味道 对 是的 而且我感觉他的秀 其实很多这种情况下 你会能够感觉到一种讽刺 在每一场秀当中都有这种 甚至于他也可以去讽刺自己 讽刺自己的所从事的行业 或者这个品牌 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 好的一个艺术家 所要具备的眼力吧 他的反思 对 你看他那个政策交易所上面的那些屏幕 他那些屏幕都是花了吗 对 这也是一种寓意吧 对 是的 这种技术其实也是一个很脆弱 或者很崩塌的一种状态 好像是某种不祥的预感 或者跟人的内在的世界的崩塌 其实有一个对应的 我看到了 还有一些 好像是外汇兑换的一些 迪斯尼的这个 对 其实这些就是 还有Visa的 对 这些都是当代世界围绕在每个人生活中的 司空见惯的一些技术的 对 或者是某些公司 或者你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些东西 对 一些工具 但往往我们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住了 他选择这个场地作为这场秀的一个场景 也是他认为纽约的证交所 是这个城市或是华尔街的一个象征 因为它可以最直观的让你联想到钱 这就是当代的这种美国或者是纽约这个城市 他们就像是个巨大的一个恋物癖一样 这是他们的信仰 十几年前不是有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去攻占华尔街吗 在那抗议 然后搭帐篷 静坐什么的 他们就是想反对这个整个华尔街体制 但是也是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体制太强大了 几乎每个人的面貌是不可识别的 是相似的 甚至像是copy一样的 也是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特征吧 就是你在这个整个制度下 每个人其实变成了一个类似的符号 就是一个单元 要每天再接收相同的信息 所以每个人其实变得差不多了 我今天在看这个秀的时候 然后我在想 现在这个现任的设计师 Demna Gavassalia 我觉得他确实真的是在这个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设计师 不知道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回看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拿过去的大师 和现在的服装设计师相比 但是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 你在回看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争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是当下这个时代下的 一个服装从业者当中 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设计师 甚至于我可以从他的很多季的设计当中 看到一种单纯的感觉 就是一种 好像是童年对于时尚的 一种美好的 非常单纯的一个想象 或者向往 或者一种审美观 他把这种童年的 在他自己身上 曾经可能是在战乱的这个民族当中 所生活过的这些童年的 对时尚的印记 在每一场秀当中不断地表达出来 就你能感受到一种 在巨大的商业的一个基础之上 你能看到一种单纯的东西 对于是尚的一个基础之后 在这种基础之上 对于是尚的一个人感受到一种 一种主意的音乐